我們再看看右手邊的各位傳播朋友 右手邊的各位傳播朋友 想到就是我 其實有時候我會看到 譬如有些電影角色裏面是 講不到話 啞的 變成他們要很多姿體語言 而我本身亦是有一個舞者的出身 變成我都放了很多心血在自己的電影裏面 利用我的姿體語言去呈現一個不同的角色出來 如果真的是啞的時候 完全全的就要用姿體語言去呈現所有的感覺 再加上你這麼利落的友台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會有很大的想去做一個這樣的角色 謝謝阿倫 謝謝 謝謝 謝謝